台长,我要问我的先生,1979年属羊的。 79年属羊的? 看到了,想问什么讲吗? 要问他的事业。 现在不好,他被人家,要当心被人家告了。 听得懂吗? 而且我告诉你,这个属羊的,特别当心啊,他今天来了没来啊? 有啊。 有来了? 有来了就不能讲了。 讲了,不用讲。 什么? 讲啊。 怎么讲啊? 他在这里,我怎么讲啊? 你先生,事业不顺利,阴气太重。 听得懂吗? 很多人出点子,所以他事业不顺利。 明白了吗? 哦。 你要叫他,好好念经的。 而且叫他不要吃活的东西。 好。 他活的东西吃太多了。 好。 听不懂啊? 懂懂。 你先生嘛,女人缘特别好。 嗯。 很多人喜欢他。 是。 结婚之前就开始了。 是。 你也算一个。 你要我讲真话,我看到他就讲给你听。 因为你先生,过去在你跟他结婚之前,他就有一个了。 有。 后来你进去。 我知道。 对不对啦。 对。 还想说的准不准啦。 准,很准。 所以你现在,多帮他念念经吧。 明白吗? 好。 好好地帮他念经。 好。 好吗? 要念几张? 每天念准提神咒。 准提神咒就是事业顺利的经。 每天念四十九遍。 准提神咒,念了之后,事业会顺利的。 嗯。 这个是求什么,零什么的一个经。 很短的。 哦。 明白吗? 叫你先生每天要念新经。 嗯。 但是这个有个条件。 如果事业要好,不能乱来,不能做很大的坏事。 好。 听得懂吗? 懂。 你这个人没脑子的。 你这个人没脑子的。 听得懂吗? 你傻傻的。 嗯。 明白吗? 明白。 哎,我会问我的家的佛台。 你家佛台是吧? 嗯。 哦,你家里都蛮大的。 嗯。 你家里还有一个小花园。 嗯。 佛台还可以啊? 嗯。 你们家里好像还供了, 那个神,神位啊。 神牌啊。 明白吗? 就是有没有牌子啊? 嗯。 什么地主啊? 什么其他的神位啊? 地主公。 哦,有。 有。 有不啦? 有有有。 啊,好啦。 我家里,他家里蛮漂亮的。 蛮大的。 我还看到大理石。 嗯。 没有了。 在。 进门的时候。 对。 进门边上有不啦? 有。 有。 是你的家, 还是我的家。 搞都搞不清楚的。 嗯。 他没脑子的。 他傻傻的。 那太长,我要问,我。 我要做什么功课? 你每天念大悲咒。 嗯。 要念心经, 念礼佛。 嗯。 明白了吗? 明白。 太长,讲给你听。 你跟你先生曾经钓过一个孩子啊? 没有啊。 没有,你当心点啦。 有一个啊。 不当心的,你可能不知道。 哦。 明白吗? 嗯。 嗯。 经常在你家里。 你们家里的房顶啊。 嗯。 经常有声音啊。 是。 不是老鼠啊。 是。 他说是老鼠啊。 说灵性,他说是老鼠啊。 嗯。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? 晚上我叫灵性来看看你好吧? 不要。 你说傻不啦? 我刚刚说他傻的。 听得懂吗? 嗯。 你要拜佛要好好拜的。 好。 我看你拜佛不是好好拜。 擦完箱,弄两下就走掉了。 嗯。 对不对啦? 对。 我讲给你们听,为什么台长能看见知道吗? 我可以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可以拉过来看的。 明白了吗? 好了,其他没什么大问题。 你这个人呢,其实他这个人呢,经济上也不错。 他有点帮富运的。 他帮,你帮了老公呢,老公会赚点钱的。 嗯。 听得懂吗? 嗯。 但是你这个人就是话多,很烦的。 嗯。 自己要当心啊,穿衣服不要这么漏啊,你的颈椎很不好啊。 哦。 哦,你自己没感觉的,问我啊。 知道。 痛不痛啦? 。 顶椎不舒服。 嗯。 那记住啦,这个地方很不好啊。 好吗? 好,好,好。 我需要念小房子吗? 还有,他左面一个肾脏也不好。 左面的肾脏,嗯。 不好。 嗯。 他左面经常会腰痛的。 嗯,嗯。 你看了不啦? 。 还有,失眠,经常睡眠不好,睡觉不好。 对。 哇。 我是要念小房子吗? 小房子要念。 嗯。 小房子念四十六章就可以了。 好。 好吗? 好。 你要当心啊,你的心脏很不好。 哦。 你的手啊,经常发麻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需要放生吗? 你最好每天早上喝一杯水,温水,把血凝度冲淡一点。 你要放生,你至少要放一千两百条鱼。 嗯。 好吗? 你心脏要当心啊。 好。 你先生有时候跟你吵架,你闷在心里啊。 嗯。 你很不舒服啊。 这样对你心脏很不好啊。 你现在胸闷啊。 天气一不好,马上胸就很闷啊。 嗯。 听得懂不啦? 懂。 嗯啊,刚好,嗯啊。 对,对。 怎么办呢? 多念心经才开智慧。 明白吗? 明白。 好了。 OK,谢谢。 嗯。 好。